再来关心国民党中央选后启动了一级党务主管人士的调整 国民党驻美代表由原驻美副代表秦日新升任 历经四朝的行管会主委邱大展申请退休 由朱立伦的老部署吴清延接任 另外依照惯例政策委员会的执行长 由国民党团总召傅昆琦兼任 而朱立伦近期低调的出访新加坡 党中央只回应说 对于各种的外交都保持开放友好的态度 对于上次的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或补充 2024大选后国民党在一级党务主管由人事调整 前立委飞鸿泰李贵敏 后办的张其强卸任副秘书长 立院新会期开始 政策委执行长按往例由党团总召傅昆琦接任 卸任的曾明宗获班感谢壮 另外备受关注的有大掌柜之称的行管会 主委邱大展历经四任党主席申请退休 由朱立伦在新北市府时期的傅秘吴清延接任 助美代表由副代表秦日新胜任 除了人事异动 国民党不断喊出改革 副主席连胜文过年前 在脸书上洋洋洒洒签字文 直指竞选团队失误连连 他也持续关注相关问题 跟朱主席讨论到这个相关的事务 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具体的作为 比如说组织文化 然后各部分的一些党内同仁的心态 我觉得这些需要透过一定的时间制度 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种共识 接下来一年没有选举 或许是国民党收养升息 转变的好时机 这几天朱立伦和太太高婉茜 低调访问新加坡 期间会晤不少政商人士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 在脸书贴出和朱立伦的合照 让访新形成曝光 不过是否会见新加坡高层 党中央很低调 对于任何政党外交 国际外交 我们都秉持着开放友好的态度 国民党持续以政党外交形式 加长与国际的联系 接下来李明洪 台北消防导